大家好 是不是很常看到這種Uber E的廣告 但是它裡面介紹的東西呢 我們又好像沒有吃過 所以我們今天有個計畫 就是我們要把它裡面的東西 我們沒有吃過的全部都吃一輪 不管它在台北還是在台中 全部吃起來 這樣會不會很狂 直接出發第一家 GOGOGO 我們來到了金峰的滷肉飯加蛋 這是滷廣眾推薦的 滷肉飯這種東西很像很平價 但是怎麼會有大明星就會想吃 我們覺得說它是不是很厲害 它上面的肉 我看得出來是那個肥肉對不對 很肥的那種肉 對啊 但是它切得很細耶 我其實覺得這樣子第一口吃下去有點鹹 這個味道好重好重 跟我們台中的味道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台中等下是切成正方形正方形的 但它這是長條 這樣子感覺台中是稍微甜一點點 但是這個感覺是 鹹味是比較重一點的 但是它的飯的話是比較軟爛 嗯軟 它醬汁有點鹹 然後滷汁滷得很透的感覺 就是你吃下去 你會感覺說它那個 整個滷汁是格格的那種感覺 但不會太格 太格就變很油 我覺得這還不錯吃耶 但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吃 我們之前去拍那個 台中滷肉液那種 就是它是有點小肥肉 再小瘦肉那種 你喜歡吃紅色的那夾不是嗎 對啊就滷肉液啊 然後它上面的配料是還有那個瓜瓜 其實很多人都不喜歡吃那個瓜瓜 我超不喜歡吃那個瓜瓜的 那是瓜瓜嗎 對啊就是有時候不是有那個 火雞肉飯上面 或者是滷肉上面 都有那個黃色的瓜瓜 我超不喜歡吃那個 可是那個很像是蘿蔔的樣子 對啊 我看到那個顏色我就不想 如果它是白色我就願意吃 再吃吃看它的滷蛋好了 好 這也是滷廣中特別說要加一顆蛋 對我們想說 還要加蛋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點飽了 來 好你來拌就好了 這個蛋是好厲害的蛋喔 這個厲害的蛋 它不是雞蛋 怎樣子 它的皮很薄欸 以我的潛見啊 我這個雞蛋王來說 它應該不是雞蛋 是嗎 嗯 我覺得啦 這麼把握 如果是的話大家不要怕我 我是自己覺得 總體而言我覺得 才30塊而已 它有分大中小的價格 喔這是小的 我覺得還不錯啦 我們要去下一家了 謝謝廣眾 呵呵 今晚我想來店 林東方的半斤半肉牛肉麵 耶 我們現在是 半夜的12點 我們來體驗台中 體會不到的新生活 對 在台中不可能吃到 半夜的牛肉麵了 而且重點是我剛一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它的價格 我就覺得怎麼有點貴 結果它一面上來啊 我就想說 好像又不會那麼貴了 就它的麵的肉 對 真的超級厚的 超級無敵的 而且它的肉 是跟它的筷子的厚度一樣厚 對啊 超扯 然後它的筋呢 也給得很不熟軟 對 好幾塊肉 就是你用眼睛看 就可以看出說 這個價值不肥 喔這個筋看起來真的是超爽的 它的這個筋 你只要稍微這樣搖一下 它就全部散開了 嗯 嗯 不是它沒吃啦 哈哈 就是我一看就覺得它不同反響 對 因為不會像有一些牛肉麵的筋啊 他們會這樣子搖搖搖 有點搖不斷 然後最後想說 賺得吐出來 嗯 它這個是一下就咬亂了 而且它咬亂的時候呢 感覺它的膠質 全部都在你嘴巴裡面 嗯 你看它剛剛那個牛肉片啊 裡面還有在喊一些些筋 對 麵的話 是比較算粗的麵 呃 就怎樣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很好吃喔 在半夜這個時間吃的碗牛肉麵 而且又是好吃的牛肉麵 超幸福的 而且這個環境又很乾淨 久久吃一次我覺得還不錯 嗯 難怪那個藝人會推薦 而且Uber也會推薦 對啊對啊 這真的好吃耶 然後它的牛肉麵的那個湯啊 都不會覺得太鹹 也不會覺得太清淡 我覺得剛剛好 大推 謝謝廣眾 結果不是廣眾 對 沒有我說會不會結果不是廣眾 是啊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吃吃看 好爽啊 好爽啊 好爽耶 而且現在又越來越冷了 大家很快來 一般都很生死 嗯 我現在肚子就是開始有點暖流了 嗯 好吃太讚了 那我們要去下一間了嗎 嗯 下一間不知道是什麼耶 很期待 今晚你先拿了一點什麼呢 黑糖珍珠厚鮮奶 我跟你說這個你絕對不敢喝 為什麼 60塊 小杯 而且奶味超重 是喔 超級重的 真的是厚奶耶 超級厚奶是嗎 你要不要喝喝看 我是賭蘭 你喝一口 就喝不下去了 蛤 都超級奶的 它已經比一般鮮奶還要再奶 所以如果你想要喝那種超奶 奶味超重的那種 蛤 感覺它會很渴耶 因為它上面有一層奶蓋 嗯 所以我覺得那個奶蓋加上原本的珍珠 就有點帶牛奶的味道 嗯 喝起來就是牛奶糖的味道 喔 嗯 有沒有很奶 它是奶蓋是鹹的啊 嗯 不行 不行對不對 你還是去喝可不可好了啦 好 今晚我想來點可不可的白玉歐雷去冰 哈哈哈哈 跟我感覺很欠揍啊 剛才喝完珍珠丹的 馬上下個鏡頭來拍可不可的 其實一開始都沒有想要喝過可不可的其他飲料 就是我們上網查白玉歐雷就是珍奶嘛 你覺得其實蠻好喝的 是嗎 它的白玉歐雷啊我覺得喝起來有一點點那個蜂蜜味 然後珍珠還蠻Q的 那因為蕭敬騰他點去冰他沒有調甜度 他會不會喝太甜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覺得很甜嗎 沒有點甜欸 我們的甜度冰塊都是照上面的喔 嗯 所以我們平常也不喝全糖 嗯 我們都喝微糖或半糖 所以太甜了 太甜了 不過是很好喝的 喔 那你是不是想要跟敬騰說要好好照顧身體 哈哈哈哈 不要喝那麼甜 難怪他那麼會說情話 喔 嘴巴很甜喔 原來啊 膝蓋很好吃 呵呵 你說孝敬騰很好吃嗎 哈哈哈哈 來可以 我想來點 SABWAY的鮪魚前聽堡配蝦 這沙拉好貴喔 對 超貴的 這沙拉比那個漢堡還要貴 對 這個109 嗯 這個135 超貴欸 超貴的 但是我們覺得好吃多一下也超多 它的麵包很多可以選 我每次看到那個麵包都每個都很想吃 我也是欸 哈哈哈哈 那還是也就是會選擇性障礙欸 對 它每個都要選 上面一堆菜 有的沒的 番茄什麼醬什麼的 超級客製的話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啊 因為選擇都是我喜歡吃的 對 它把什麼橄欖啊 酸黃瓜都拿下來了 嗯 這一定沒味道 喔 這是我們兩個第二次吃SABWAY 要不是這個廣告你也不會來 沒錯 欸那它廣告成功欸 真的欸 哈哈 還買了一個135的沙拉 而且我覺得 蠻好吃的欸 以後可能會來 呵呵 成功的 新香很重要喔 嗯 其實沙拉的話 我是全部都加啦 那如果你不喜歡吃的話 沒關係我可以幫你吃 好 呵呵 蠻酷的 它是兩球喔 超大球的鮪魚 對 然後一堆生菜 其實蠻好吃的 你是喜歡吃鮪魚的吧 是啊很喜歡吃鮪魚 它上它的洋蔥有點辣辣的 我覺得剛剛好 那你覺得蠻飽 划算還是買沙拉好算 飽啊 呵呵 因為飽裡面很多菜 但是它的份量差很多 才差20塊 它一個怎麼搭 一個就這樣看 感覺吃這個才會有飽足感 喔有麵包喔 對 接下來這部分 都錄到店內的音樂方 QQ 今晚你想來點什麼 瓦城的月亮蝦餅配 綠咖哩椰子雞 哈哈哈哈 我們晚上會不會很瞎 欸我們真的很狂欸 我們直接去外帶欸 對啊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吃瓦城的月亮蝦餅 只是它太貴了 加上我們常去夜市都會看到一兩百塊的 會覺得夜市的好像比較便宜 對於瓦城的月亮蝦餅感到一個 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就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因為它一個要350塊欸 對超貴的 你今天終於完成夢想了 真的 我們剛剛問店員說 你覺得我要點原味還是辣味 他說它的辣是加在蝦泥裡面 對 但是我現在吃起來好像真的不會辣啊 是嗎 就一點點的味道而已 有點辣欸 為什麼我有時候我覺得很辣 你都不會覺得辣 但是我覺得不會辣你都覺得很辣 呵呵呵 那個蝦餅真的是跟夜市不太一樣欸 因為夜市的就是很明顯是用蝦醬 它很像是用一個很像水水的東西下去打一打嘛 對不對 然後瓦城呢它是 身材質量 有一顆一顆的感覺 對 很有嚼勁 而且發現它裡面有那個清豆的感覺 所以你吃起來會有烤烤烤 很像在咬東西 不會那麼空 然後我們還有配那個綠咖哩的汁雞 對 這個也是我們剛剛打開的時候蠻香的 我還特別買了那個一碗飯來配 因為想說如果只吃雞的話很瞎 呵呵 它這個飯還蠻大碗的 這20塊而已 我以為它是像沙媽臭臭鍋那種小碗的 結果我嚇到欸 還好我只有買一碗 對啊 店員說綠咖哩啊 好像本身就很辣了 喔 那我們不要加太多 對我們那個辣椒 請你幫他拿走謝謝 好 你是不太喜歡吃那個綠咖哩的椰奶味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椰奶味 我聞得出來它有 呵呵呵 我覺得你可能會不太愛喔 欸說真的這個蝦餅真的還不錯吃欸 350塊 一盒 一個人買這樣一輪 350塊我好像可以去買披薩欸 對啊 呵呵 我是不會啦 我應該只會想吃一兩口 我們今天為了在燉 差點進去買那個雙人套餐來吃了 對啊 我差點被誘惑走欸 真的 還好我幫他拉了一把 我覺得還蠻下飯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到非常非常好吃 因為他的肉很少 好辣喔 會嗎 超辣的 哈哈 真的很辣欸 這比較辣吧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分量280 好像貴貴的 對啊因為他肉太少了 就是多人一起去吃會比較划算 嗯 那這次UberEat的行銷 好像成功了 又拐我們吃了越亮蝦餅 對 呵呵呵 還有這個咖哩雞 沒有我們現在是 吃了以後會再去吃的那種感覺 像我們前面幾個我就覺得還不錯 嗯 這次的話就是越亮蝦餅我可能會再去吃 就是你可能會 踏進去瓦城對不對 嗯 就是被這個廣告害了啦 哈哈哈哈 他真的一直在洗腦大家欸 我最有印象的是那個 林東方牛肉麵 喔林東方真的超好吃 那個牛肉麵已經變成說我到台北 如果要晚一點的話我就會去吃欸 我也是 欸他這個有點厲害 就是要吃了才會回家這種 對 還有那個金豐滷肉麵啊 在台北那個價格 本來不知道的東西 但是因為被他廣告了 就是他行銷了 欸你就發現了 然後我們吃完之後就進了 那個薩波我也是 呵呵呵呵 這輩子只有踏進去一次 然後這是第二次 然後第二次踏進去 點他推薦的 結果才真的很好吃 對啊 行銷很重要 呵呵呵 好啦那今天就是我們來試吃 UberEat廣告裡面 就是看影片常常被洗腦 直接吃起來 我們吃了廣告裡面 我們沒有吃過的東西 嗯 像那個金那雞腿堆堡 還是你現在是骰子牛 我們都吃過了 所以我們就沒拍了 我們就拍我們自己本身 還沒入坑的那種商品 原本我們還想要拍那個 林士林的 爆漿 蔥油餅 對 台中沒家有欸 對啊氣死欸 我們找了五家吧 超過啦 我們從西屯區找到中區 再找到大雅區 還有去彈紙 對 都沒有 就是買不到我們也沒辦法 但是呢以我們吃的這商品來說 我覺得 欸他成功了 對啊 他只要說了短短的幾句話就 成功了欸 然後再利用我們這種 推出去給大家看 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人生勝利組欸 大家真的可以去試試看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到後天台見了 掰掰 掰掰 還有什麼Uber E上面你們有吃過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說不定他出新的 還可以再拍第二次 好 還是什麼Food Panda 也有類似的廣告 掰掰 好啦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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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